台灣射擊好手楊坤壁出戰巴黎奧運 男子不定向飛把29號資格賽登場 力評晉級 準備比賽是一件比較漫長的事情 或許比賽不是每一場都能夠 就是發揮得很好 不過我相信這次奧運一定是沒問題 信心喊話奧運絕對沒問題 楊坤壁早在2016年年僅18歲時 就出戰里約奧運 成為台灣奧運射擊隊最年輕的國手 2018年首都代表台灣 參加印尼亞加達亞運 決賽一分影恨奪贏2019年 拿破裏世大運成功摘金 也拿下2020年東京奧運門票 最終取得第十四名的佳績 更在2022年涉及世錦賽 拿下銅牌取得台灣首張巴黎奧運門票 提早拿到門票 讓楊坤壁有更多時間做準備 除了實戰訓練比賽想贏的關鍵 就是要冷靜及耐心 楊坤壁因為家中開茶行 自幼養成喝茶習慣 透過茶道練習定心 更磨出射擊手應有的沉穩和耐性 心情還是狀態需要適當的去調整 對 就不是每一場都要把自己的 就是狀態都調到最High 經過多場大型賽事洗禮 楊坤壁心態沉著全力備戰 就等這刻在五環殿堂拼戰 拿下順利 三線新聞蔡宇正宗說海岸TEPA報導